Hello,大家好 很多网友发私信给我 说对电子技术很感兴趣 但是又无成下手 不知道如何去学习这套技术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学习电子技术不要急于秋成 首先我们要打好基础 说话说万转高楼要平地气 基础不老地动上摇 电子技术它是一门比较高深的一门技术活 如果你不学基础活 那么这个课程肯定是无法继续下去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元器件 你像这个 这个就叫做电阻器 电阻器在电路当中啊 相当普遍 它的作用是线流 降压 分压 而且呢 可以 组成很多串联 并联电路 在电路当中的电路图符号 就是这一个典型图表 在实物图当中 我们看很多这些电阻器 像这个就是电阻器 这个大的也是电阻器 电阻又分 碳膜电阻 氧化膜电阻 很多种 这个我们要一一的去了解它 并且掌握它 第二大类 就是电阻器 电阻器在电路板上 也相当 普通 广广 运营 在我们这个开关电源 电路板上 我们所看见的 这些大过头的都叫做电阻电容器 电阻电容器由高压和低压之分 这个就是高压电容器 你看它的耐压是200伏 这个就是高压电容器 那么像这些呢 就叫做低压电容器 一般都是 电压比较低 耐压50伏啊 35伏啊 16伏啊 这是低压电阻电容器 当然还有这个固定电容器 像这些就是不分方向的 没有正负级的 像低压电容器 磁片电容器 还有安硅电容器 外电容器 所有这些都叫做电容器 我们要一一的去掌握它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呢 就是 奥极管 奥极管 有一个重要的常规性的 叫整流的作用 这种整流奥极管的目的 就是把220伏的交流电压 转变成直流脉动电压 在电路图当中 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还有三级管 三级管 在电路当中 我们一般叫做功率 功率管 有 大功率 中功率 小功率 直分 这些三级管 它的作用 就是电流放大 电流放大 其中又有 PNP型 和 NPN型 这是三级管的基础知识 在电路当中 我们经常也会看见 看见这个功率线三级管 当然 在电路板上 还有很多元器械 我们都要一一进行学会 这个叫变压器 这个叫做电感器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进行掌握它 好 贵载辞职一行 更多的电路知识 持续关注每一段 我们下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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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